腾讯体育8月21日雅加达文英红赛 雅加达亚运会游泳比赛第三天 孙杨赛南此次004决赛终于3分42秒92夺冠 但在后颁奖典礼央视并没有直播 从现场图片可以看到孙杨 此次不仅身着了中国代表团贩助商安大的领奖服 也没有用过其贴纸故意遮挡标志 在一次有借助吉祥物遮挡的行为 孙杨也首次回应了这两天 被吵得被罪洋洋的领奖服风波 他表示对于自己已经怪不怪 这个插曲也不会影响他的状态 孙杨夺第三天后回应领奖服风波 见怪不怪不会影响我颁奖仪式过后 出现了暖心的一幕 中国奥运冠军快步追上江夜工界 请熟悉的记者帮忙翻译 向四年来一起扛起亚洲游泳靶子的 日本对手间好友送上鼓励和祝福 请在明天的400婚中游出最好的水平 证明自己 随后 孙杨在文字记者区域 再次接受了采访 第一次回应了近日发酵的林奖夫风波 针对记者提出的场外风波 有没有影响到你 孙杨回应说 对我来说已经见怪不怪 不会影响我 在被问到首个比赛日为何 再生一次国期的问题时 孙杨说 以往中国运动员更入重成绩 在场外维护国家形象没有那么强烈 现在我们每个人的使命感都非常的强 各个行业领军人物 都是个证明 中国在慢慢变强大 让义勇军进行取在国际舞台 想起是非常子好的事情 他说 所以要让国歌完完整整的放出来 每个人都需有这个义务 去维护自己的国家形象 穿一门风波回顾 8月19日 孙杨获得二百尼茨游泳冠军 领奖十位穿官方 指定在安踏领奖服 而是身着人赞助商品牌 361度的服装 从而引起热议 8月20日 中国代表团官方赞助商 安踏发表声明 对孙杨此举表示抗议 8月20日晚 孙杨获得八百尼茨游泳冠军 因前一天身着飞官方赞助商品牌领奖 服的孙杨换上了安踏的领奖服 诞生逼国旗上台 并用小国旗盖住了安踏的标 8月21日 孙杨获得四百尼茨游泳冠军 这一次孙杨不仅穿了安踏的服装 也没有些纸遮盖安踏标志 但是也用吉祥物进行遮挡 并且在外套里面 身穿了三百六十一度的T恤 四百米颁奖后 孙杨赌得本次亚运会第三卦号 首次回应了领奖服风波 你见怪不怪 不会影响我的状态 各方声音 演讲 亚运领奖台上 为什么会有两个孙杨 赞助商安踏运钢企盘 一个穿衣门风波孙杨 该不该被追责 其歌 孙杨为何车为贵亚运领奖服 商业规则不该随意违背 被安免责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 我们进行的 你会有变确 有变确 我会有变确 我会有变确